美女的脸皮垂了下来 她急忙用手挡住那绝世龙眼 生怕服务员看到 仔细一瞅 腿也快速膨胀 变成一堆肉疙瘩 见此情形 她急忙往外走 顾客都投来羡慕的眼光 可刚走两步 突然脚下一卵 地上就多了一堆饺子馅儿 她皮薄馅儿大 粉嫩多汁 下一秒就撞破玻璃涌了出来 而且越来越多 不一会儿就来到马路上 吓得人们四处逃窜 可这个女人不害怕 不停地喊着她的名字 让她冷静点 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可根本无忌于事 木乃一见状 也快速跑了过来 可跑着跑着 突然胸前射出一道白光 她的灵魂就破体而出 在空中不停地游荡 肆无忌惮地搞着破坏 正在这时 一辆校车驶了过来 正好撞到汽车上 女司机一抬头 看到前方的饺子馅儿 急忙逃跑 可车门就是打不开 危机关头 女人以用力 身上就冒出无数火焰 不过变身失败 铁头冷见状 走到校车前面 眼看饺子馅儿越来越近 她蹲下身子 把手插进水泥路面 竟然掀起一块 三百斤的水泥 然后举过头顶 向前走了几步 而饺子馅儿越来越近 没过多久 就来到进前 沿着水泥板 慢慢爬了上去 达到最高处时 就流了下来 这时饺子馅儿说 铁头说 原来小美是个一线演员 九十年前 坐拥粉丝八百人之众 可一次拍戏时 木桥突然断了 她就掉进河里 正当绝望时 一团绿色气体 钻入体内 被救上来后 人们都露出惊恐的表情 好心人拿了块镜子过来 可看到自己的绝世龙颜后 她彻底崩溃了 扭过头去 想逃离这里 可腿也渐渐变了形状 幸好被吴明博士收留 几十年来一直容颜不改 而其他成员一个比一个厉害 骡子一张嘴 竟然吐出个人来 他就是拥有八八七十二种人格的茧 也有七十二种超能力 一生气就会变成火焰人 对战时还能放出闪电 他力大无穷 一拳就能把人打飞出去 想旅游的话 带上好友 一个瞬移就穿越过去 抛个媚眼 就能控制对方的意识 看他一眼 就会把他当上帝顶礼膜拜 甚至练成了演出法随神功 随便说句话就能杀人 虽然有六十四种超能力 可没有主人格 情绪变换时 就成了另一个人 就在刚刚 他还像淑女一样 馋着毒眼 下一秒 身上就布满了火焰纹路 紧接着就变成了火人 吓得毒眼赶紧往外跑 可简不想放过他 随后追了出来 只一个大招 就把他推了出去 毒眼急忙放出电子护盾 刚想拼命 却被铁头拦了下来 毕竟他们是一伙的 可简迷失了心智 随后变成闪电人 电弧跟玩具一样 在他手中不断流淌 手一伸 就把两人电飞出去 铁头不停地喊着简的名字 可根本没用 还被扔到楼梯上 然后是一顿胖揍 紧接着使了个演出法随神功 下一秒 自救变成了武器 狠狠地插到墙上 铁头急忙大声求饶 这时简又吐出几个字 变成一把武士刀 架在铁头脖子上 危机时刻 毒眼把他推到了密室里 然后关上了门 他们这才逃过一劫 与此同时 一个猥琐男从门里探出头来 然后伸出蔬菜右手 缓缓推开门 他的脚一只像烤串 另一只像果粒橙 而手臂跟鸡爪差不多 身上长满了石头般的鳞片 最可怕的是 还长了一颗恐龙的头 难道他是传说中的动物蔬菜矿石人 这么厉害的大boss 他们能对付得了吗